诶 什么 火荣不见这人跟韩云柔撞到了一起 他们之间没有沟通吗 实在是太沉通了 这样关键的比赛 怎能出现如此低级的失误呢 卫星射星 情况紧急 韩云柔血量迅速轻功 火荣不觉也危险了 双杀精神的实际把握 成功带走星星两人 潮湿星通过诱敌配合宋慕成 成功带走两人 星星此时非常地危险 队长 我只剩半血了 我和莫凡阵亡 刚才积累了一点优势 全都没了 我们现在输出不够 时间也不多 这样下去 我们会输的 比赛还没有结束 打起精神 一帆小岸注意血量 C区会合 上头 老魏 替补进场 我们看到星星替补 迎风布阵入场 全莫向此时 被加持其他三人拨组 无法脱身支援 星星此时需要尽快和替补会合 兄弟们依然利用射程优势 不断消耗一寸 回合小手冰凉的血量 军部下套脱了 左标 二四九 六五三 是替补区 他为了接应应付不振 该我收割比赛了 加持的火柴赶往替补区 让一夜之秋替款入场 看来是要让孙祥结束比赛了 知道我们看到星星目前人数劣势 一寸规格消瘦冰凉的血量也不多了 加持队员还在拦截 反弹科炮 走 军部下断后 星星其他队员不断后撤 寻找机会恢复 如果能够卡住加持队员的视野 将有很好的加血机会 坏了 夜之中率先给到 挡住星星的退路 一寸规格 是江之弹 成功打断夜之秋突进 是军墨孝 终于对上了 夜秋军墨孝 遇到了孙祥 一夜之秋 我们看到一夜之秋放弃了拦截 冲向了军墨孝 军墨孝枪形态 军墨孝枪形态 让残血队员迅速撤离 回绝 我拖住他 你们早十点钟回响 狐龙翔天 夜之秋发动大招 看来他想要尽快 结束战斗去追残险 军部下切换队形态 要硬吃这个大招吗 哎不对 狐龙翔天瞭准的是 一则挥和小手边凉 哦 原来一夜之秋为阳东军 莫适要是为了寻找机会 击杀星星的残险二人 想要重回联盟的话 咱等一等 漂亮的决策 双杀 星星局面此时非常危险 时间直升不到一分钟 驾驶五人围攻军墨孝 军墨孝 以外执行最初的战士 带走星陵面 但是时间只剩下二十秒了 是死亡之门 关键时刻 加持时 星陵面以外四人被控 凝逢不正终于赶到 时间已经不多了 星陵面的血量还在不乐节省 五秒 五秒 三秒 两秒 最后一击还能赶得上吗 全邮 出手拿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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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到 城里面竟然还有百分之零点一的血量 太可惜了 星星遗憾告负 我们走吧 包子是不是又偷吃了啊 没有 帮帮我看看了 来 我来帮你 挑战赛我们来了 包子 看看贴得歪不歪啊 包子 挑战赛 我们可能去不了 输了 我们把这些输了吧 免得他们难过 不行 越是这个时候 更应该留着了 我们应该用好的心态去感染他们 别愁眉苦脸的了 开心点 今年进不了挑战赛 大不了明年再去 快点 把那些都装好了 叶队长 叶队长 星星最后成功接杀家世一人 不是全决附国 裁判计时期出现了误差 叶队长最后一刻成功击败萧氏亲 你最大的问题 就是把战队的名字起诉 应该叫的 星星 老板 从今天起 叶秋和绝国乔宇 将与星星同在 唐柔和韩英柔与星星同在 包子和包子若妻 与星星同在 乔宇帆和玉钻飞 乔宇帆和玉钻飞